這幾天天氣逐漸回暖 中央氣象局表示 受到南方水氣北移的影響 21號中部以北跟東部地區 雲量仍然偏多 可能會有飄雨情形 那明天開始到禮拜四的白天 天氣會恢復成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不過在北部的山區 還有我們東外部地區 還是可能會下一點雲 就是飄一點雲 那其他地區呢 還是是多雲倒勤的天氣為主 24號週四下午過後 北方高壓再度增強 冷空氣逐步接近台灣 天氣將會有稍微變動 從禮拜四的夜裡 開始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那禮拜五的白天封面通過 大陸冷氣團逐漸南下 禮拜六禮拜天受到 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這個時候的溫度 會開始逐漸的下降 中六過後 中部以北可能會下探13到14度 南部及東部可能最低溫 15到17度 提醒民眾 週末度過聖誕佳節 多加一件外套 注意天氣變化 記者MASTALU 台北市採訪報導